枪枪三圆形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终于有了女嘉宾了 而且我们这个女嘉宾 不光是美女你叫浅薄了 她是才女 对抱歉 美女又是不叫美女作家 而是又是美女又是作家 谢谢 蔓蔓蔓蔓 你看过浮沉吗 我看过 这个风面大的吗 我真的看过 浮沉一 浮沉二 是吧 把风面倒过来 那个是吧 对 我看过 我是看了她的短篇小说 我很喜欢看你的小说 所以说今天曼莉亚乔子齐我们 到我们这儿来跟加藤对一对 加藤你也熟吧 对 未来日本首相就好了 两位都是有希望的人 咱们今天要说一个 让人觉得挺没希望的事 咱们过去说是年轻人 你们80后 是社会的希望 是为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最近有一件事 这件事简称叫复旦黄山门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十八勇士 不是恒渡大 不是非渡大渡河 18个学生都是复旦的学生 或者是什么 主要是复旦的学生 现在学生爱玩登山吗 不是 对 就在黄山 对 黄山登山探险 迷了路 迷了路 结果还逃了名票 是吗 对 逃门票 对 就是说 但是人家也有人说 我看那个有个张明老师 写的博客 对 我也看了 就是说逃门票 大家谴责 但是为什么 黄山公园 把那个这个天然的风景圈起来收那么贵的门票呢 对 反正这个是小邪了 他们就是迷路了 迷路了 结果要劳动人家黄山的那个派出所那些民警啊 去救他们 就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 一个24岁的民警从这个悬崖上掉下来 就算牺牲了 就是他让路了 是吧 他可能组织救援的过程当中牺牲了 就在山路的时候掉 失足吧 掉下来了 开头啊 就是有一个记者发这个微博呀 就说这帮孩子们 这帮学生们 太冷漠了 我们要采访他们 追着他们采访啊 他们就是一点也不表现出对牺牲民警的这种感情啊 就是好像很冷漠 扭身就走 但是后来具体说啊 我觉得这个事不好说 这到底是不是说冷漠 因为也可能这个孩子是吓傻了 或者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这个或者荣有争议啊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他们回了学校以后 复旦校内不是有那个校内网吗 对 BBS网 哎呦 你发现这些学生们聊什么 他聊后黑学啊 嗯 就是说比如说大学里有那种什么登山社啊 登山协会啊 这聊要抓住这次危机公关的机会啊 这个控制这个登山什么协会 要什么控制好老人的还有什么 到后来社会上报道起来了 你知道他这个校内网学生们都在聊 我们复旦出去的要控制媒体 你看这次危机啊 首先要把媒体控制住 他们就怎么怎么怎么着 这个点上落后思维 什么叫思维 这挺落后的 我在挺推卸责任嘛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社会 我在这种讨论呢 我认为是很封闭的 这BBS上的讨论 因为外人这么去嘛 我的第一个感觉啊 这个思维啊 去你说落后不叫落后 应该说是古老古老啊 这是树啊 这是树啊 就是中国自古啊 我不知道日本就日本管什么都叫道 中国自古就有道和树的分别啊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聊的就有所谓全树 对 他们说为什么喜欢看三国演义啊 喜欢看什么康熙大帝 这你看这种电视剧特别热播 就因为你看一出事就琢磨这个事该怎么操作 因为年轻人认为只能实用主义 只能功利主义 否则的话 在这么一个一个缺乏信用 互不信任 拜金主义 今天中国 我觉得就是不管他叫什么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这又不重要 就大家都往前走 这是真的 但是今天中国年轻人 80后40后 都只能遵从这个实用主义 拜金主义 互不信任 谁都不相信谁 这么一个非常缺乏信用的社会 我觉得很危险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 无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社会下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人 他们能够坚持一种 非实用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讲 刚才文桃说 道和术 对吧 那能够坚持一种真正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社会和人的关系 是相对的 社会塑造了人 但是同时社会也在考验 一个人 你怎么保持你的独立性 你怎么能够在面对一个 社会大环境的时候 保证自己的小环境 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浮躁 还是迷茫 还是现代社会让人觉得心力交瘁 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 我觉得 我也想说这些大学生 特别冷漠 可是当我想说的时候 我自个儿摸摸心口 我就不好意思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自己检查 我自己 我觉得我也是冷漠 怎么说 就是说 我的历任女友 倒了 给我评价 是不是自私冷漠 我曾经不服气 但是近些年来 我越来越觉得 就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们讲 就是说我觉得我跟这些大学生们还不太一样 但是我确实现在感觉到一种什么 道德责任和道德感情之间 在我心里有割裂 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就比如说 咱们是大学同学 或者说你对我有恩 你帮过忙 在我心里就是说 他帮过我们的忙 那么我就到处念他的好 或者说他有什么事情托我帮忙 我一定给他帮忙 或者怎么怎么回报他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个道德责任 要求我这样做 可是 我并没有这个感情 不是发自内心 你如果你真的是特别 就是说你跟这个道德和感情是一致的话 做这些事情 你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说觉得你应该对牺牲者表示同情 和你刚才说就说 我得表示一下 和我心里是不是真的 这两件事是有距离的 他那个我们中国社会力来讲 这个词用的很非常的重 叫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就是你给我一滴水的恩惠 我用一个泉水 而且源源不断的去报答你 我都不够 但是你看今天出现这样的这个事情 刚才佳蓁讲这个安全感 包括文涛你说这个 好像哎呀 我不能发自内心的去感恩 我觉得其实倒跟这个安全感 有一点小小的联系 就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父母也没有安全感 然后孩子也没有安全感 然后社会也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就造成一个什么 彼此都在提要求 一旦变成了要求的置换 这个事情你就很难发自内心了 没错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们说这个电影圈 也别电影圈了 什么圈都一样 很复杂 他复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因为我有一个哥们 我就看到 他有个小本的 就是说我帮过谁的忙 我曾经把谁欠我的钱 这都预备着 比如说你要这次帮我忙 别收钱 或者说打折 这次我该用谁了 他20年前欠我一人情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一套我们中国人承认的 我也承认的 你找我 对 他帮过我 所以我也得帮他 可是你知道这个里面 我就说没有感情的投入 对我来说是一种规则 他就是这样 当一个人帮了你不图回报的时候 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他 当他帮了你 说我今天给你五块 你要还我六块 你就明白 这个里面的 你会觉得 他是发自内心帮我吗 还是说他能看到 就像你今天请加藤来做节目 你都想到 未来你是日本首相 别的媒体都 对我说别的媒体都拒绝 只接受 签线三言情 我那次喜欢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说他的情怀比你高 他日本人 我这种互相的感情 我认为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 中国人讲是顺其自然 顺势而为 但是今天彻底变成实用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在中国觉得很累 比如送礼 送什么月宾乱七八八八 我们快得过年了 还得送什么东西 要请什么 什么人过来 都得互相牵制 互相的观望 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出手 你的面子能不能保留 等等 这种过程全变成一种方程式式的 你看他是日本洗脑出来的 对吧 他刚才他的观点 我觉得也挺奇怪 他就一听复旦这个事 他就说 中国的很多学生 他们现在没有牺牲精神 我说什么叫牺牲精神 他说你看我们日本武士道 我就敢死 我说你是干嘛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你来解释解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事件 地道传奇 广气传奇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能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名牌 好空调 格力造 他可是一位汉学泰斗 审栏中国剑独要义 撰写主编 剑桥中国史 好受穷精一连两周 专访汉学大家 唯一 瑞奇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哎 家头 您想牺牲什么 我想为这个社会牺牲 我想为这个中日 甚至我可以为中国牺牲 没有问题的 吃牛吧 不不不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比如说年轻人 那我们日本人说 牺牲是个美德 那我觉得我们都说社会人 社会人 如果你对社会 没有一个牺牲的这么一个心态 那你还干什么 那比如说这次的民警 确实牺牲了 但这是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比如说我这个跟这个国安 国安的包括媒体的包括商人的 他们最终都会被社会牺牲 因为你是个可靠的社会公民 那你你没有不抱着牺牲的心态 那你还干什么 你觉得日本平民 对 包括日本现在80后 对 真的还有他们那种 实际上说50道那种什么牺牲 我没法 我没法代表我国政府 也没法代表我国人民 但是 但我至少可以代表自己 说我是可以牺牲的 我可以欺负 没有问题 这50道精神 50道精神 现在中二友好 非常希望你记一下 不不不 非常需要的 因为我是最终 因为人都需要最终的一个精神的 这么一个依靠之处 你最后你愿意 宁愿为这个社会牺牲 然后就说你最不主动的 我相信历史上 那些伟人都是这样子 你他说这个 我就想起这个肇事孤儿了 对这个片子 我就发现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这三部大片啊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啊 中国现在社会的这个 说是什么主流价值观 你谁告诉我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他这个价值观混乱 你比如说就像你讲的 让我想起 我估计这个陈凯歌导演啊 他是琢磨肇事孤儿这个事情 如果真是照原本记载这么拍出来 他会担心呢 是不是不太适应现代主流价值观 对 尤其是西方的这种人道主义 比如说为了什么理由 可以牺牲自己儿子呢 这个事情他可能担心讲不通 所以实际上他也没有信心这么弄 于是他要在情节中 把这个成英的这个儿子死了呀 弄成一个误打误撞 是个命运 最后就将错就错 变成这样的一种牺牲 你看这个本身 实际上 当然这个我们不讲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啊 那么陈凯把自己的孩子牺牲掉 他是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是极其痛苦的 那么 当然我想他这种牺牲和加藤说他要欠负啊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我觉得 这个因为我们都是少年轻人 如果你刚说的 我们所有人都提要求 所有人都提要求 像导演 像政府 像媒体 所有人都提要求 非常自私的 但如果你没有一种付出 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崇高的 他是一种就是说 你为这个社会付出一颗心 然后就说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然后你自然而然的拿到一种回报 他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他不是日本首相的人选 他是美国总统的人选 就是那个肯尼迪嘛 就是不要问你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应该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你的问题是这样你你身在美国吗 我不是啊 那他没有希望 生土生土生的一斗人 他是这样 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都在讲 就你比如讲你讲牺牲 对吧 我们讲这个奉献 你问不要问国家对你做了什么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可以把自己里的杯子里的这杯水 倒给别人 如果我们讲这种感恩这种是一个能力啊 你怎么去到 这个安全感的建立到底从何而来 我是有一个切身的体验 因为那个有一年 就是有一个美国回来的心理学博士跟我聊天 他觉得我安全感很高啊 他就问我 就是问我从小的这个教育 后来我就跟他讲一个事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很怕黑 女孩子嘛 就我很怕黑 就我父母偶然间发现 他们一旦比如两个人都不在家的时候 我会把房间所有的灯 连厕所灯 厨房灯 阳台灯全部打开来 然后我在房间里边 他说你怕黑 为什么 我这个我想不为什么 就恐惧 然后我母亲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每天晚上到了九点多钟 那时候九点多钟已经很黑了 让我出去倒垃圾 我不去 因为我觉得外面很黑啊 而且我们当时那个楼下去根本没有灯 还要穿过一个河边的一个 一个一条小路 基本上有去无回了 就是你觉得到处都是鬼影撞撞啊 然后灌木丛啊 树木啊 那个风一吹啊 你觉得没有鬼 到处都是鬼 小说家 然后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你拿着垃圾袋 在外面站一夜 还有一个选择是你赶紧去把垃圾袋 再回来 所以他每天晚上就把我连人带垃圾袋 关到外面 我那时候大概七八岁 极其恐惧 然后就每天拉着那个垃圾袋 我就印象很深 我在那个黑暗的楼道当中 狂奔着下楼 几乎好像我就有勇气 一下子跳几个台阶下去 然后在那个河岸边都不敢往两边看 就拼命的跑 然后跑过那个路拐出去 外面那个大路有点灯光 然后把那个垃圾袋远远的 还有点功德心 要扔在那堆垃圾堆里面 轰的扔出去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 我不怕那个黑了 我很悠哉的 一步一步下楼 然后一步一步穿过那个 走过那个河边的小路 然后再拐上大路 后来我那个心理学博士就跟我讲 他说 就我妈妈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说很好吗 我一直觉得他很残酷 法西斯 他说不是的 他说他其实告诉你安全感由自己建立的 这个很有启发 而且这个可以理解成是对孩子的一种训练 对 看来现在都独生子女了 谁还训练 都是被孩子训练的 男孩训练 训练孩子 其实现在 而且这种一个人的小孩 完全的你不受到任何强制性的这种训练 他自把自为的长大 可能就会很封闭 自我中心 对 然后跟别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膜 对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 所以他就是说环境给你的安全感不重要 你靠开灯是没有用的 关键你自己能够面对这个东西 而且你能克服它 然后你就有安全感 然后你一旦这个安全感 培养起来之后 你会对周围的环境的要求就降低 然后你会想我自己能不能克服 所以我就想 如果说所有的孩子 他有一个办法 学校社会父母 或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父母都能够建立一个自我产生的安全系统 我们杯子里的水是有的 我们自己资产自足 然后才能把这个水倒出去 很对 比如说我说我要是自私冷漠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 在这个社会里 严重丧失了安全感 不是不愿意跟人热络干嘛 但是可能是因为无数次的失望过 或者说是吃过亏倒过煤 对吧 你这种就彻底的收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讲什么大学生 你得看看他生活在什么一个社会 他父母怎么样 我们又怎么样 大人不是个个都是权术家吗 不都是玩这些去谋发展 谋生存吗 那么你怎么能抱怨 他是这样的人呢 而且呢 根本就说你说现在教育孩子 这个价值观 我呀 找到一段话 台湾有个曾经有个学者 叫阴海光的 他们呢 他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啊 跟着老蒋 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 知识分子 价值观 混乱 他的一段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呀 很能照应我们现在 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 你看他就讲到一个问题 就叫脱续 这还是大概外国的一个词啊 说脱续的人呢 退缩到他的自我之中 他对社会的一切规范都不信任 这种心理的这种心理状态啊 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连根拔起造成的 他不再有连续感 义务感和对群体的责任感 他嘲笑别人的价值 他唯一的信池乃否定的哲学 就是他什么都不信骨子里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像这种话 完全丧失价值系统 这个他把自己委弃于现在的一刹那 他被一种一律多端的凉薄之感所侵袭 并借此来宽解他的失落 当前的快感 违绝主义 享受主义 成了支配他的主宰 他要在麻醉和忙乱中忘记自己 诸如此类啊 还有很多 我都觉得现在是一种 就是失去价值观 那么你又说年轻人又该持守 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去下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阴海光的意思 我忍不住 我还得说他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啊 新旧社会出现巨大变动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说这是个失去伦理目标啊 没有任何价值感了 然后呢 成了脱续人成了无疆的野马 除了必要如此或者现实的需要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他了他 除了阴历成变以外 别无所谓良心 哎呀 我觉得像是说我呢 我的一部分吗 我的一部分 我突然给你产生恐惧之感 有良心 我能说出这些就是良心的 对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种情况确实在今天中国中国的社会上发生 而且今天我在我看来 因为日本这个战火的发展 他那我们说这个什么靠美国靠怎么着 但是我们归根阶级是靠信用 信用比炒票更重要 我们说信用是改革的本钱 那今天中国这么个年轻人 如果你没法信别人 没法信社会 没法信父母 没法信这个眼前的机会 那我知道呢 大家都只能造成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价值观 的流失 确实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可能对于中国的社会来说 这个建立价值观 或者一种信仰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目标 但首先我觉得还是适用 也说价值观的太大了 人不信 但是玛丽 我还想 你是这个写小说的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冷漠会不会是一种时代情绪 甚至是将来社会 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冷漠 不是说好坏 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哪怕是西方世界 都是越来越疏离 都是疏远 你觉得这是不是个必然的一个事 如果科技再发展下去 或许会成为一个社会必经之路 但是我觉得加藤刚才讲得很好 就是新社会性怎么样 但是我想补充他一条 就是怎么样去信自己 就是你相信自己 你的自己会变得有内容 当我们的社会形式越来越大于内容的时候 科技越来越发展 科技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然后当你越来越不依赖于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网络 可以生存得更好的时候 你自身的这个内容怎么来产生 对 我这个冷漠 我这个冷漠并不怕 因为东京的人比北京人冷漠多了 日本人太冷漠了 但我的问题不是冷漠 是犬儒 犬儒 比如今天九年后 很明显 非常犬儒 嘲笑社会 嘲笑部门 就是高高在上的 嘲笑社会 反正就是这样 你凭什么有这样的观察 九龄和我玩的少 你 不是 我 我得不多 不是 被人家玩 不是玩人家 或者被人家玩 比如他们 他们现在看 看网络 看社会 觉得这个 这个国情 好不到哪去 我们的社会 好不到哪去 周围不好找 那这样不如出国 移民 反正就是这样 没有所谓 现在有一种 与我无关的这种心理 我觉得是个时代心理 对 尤其是年轻的 好多人 我没有关系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香三人井 由古井贡酒 年份元江 在